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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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在座的我們議員同志 又是在地的 我是很專程從台南趕過來 因為長時期的追隨副總統 所以對副總統的理念 對副總統對台灣這塊土地的堅持熱忱 所以 雖然剛才我們理事長說 我當過兩屆的國代 三屆的立委 竟然還降格來選市議員 其實我本來是不想選的 因為台灣這一二十年來 重大的風起雲湧的改革 不管是憲政改革 國會改革 社會改革 我都有參與過 不管總統推動總統直接民選 國會全面改選 我都有參與過 跟副總統一起 跟各位前輩一起奉親過 努力過 付出過 所以 我認為說 我也算對得起這塊土地了 也沒有辜負我們這個 我們台灣 有台灣心的台灣人 對我的願望和記台 本來 我想說要來退休 但想說 我們副總統收斂這個 這麼久在拼 我也不可以退休 台灣要不成功 台灣副總統也不成功 台灣人要不成功 台灣人要不成功 台灣人還不成功 在國際上 全一屆的地位的時候 我當然也不可以放棄 堅持到我們所有有愛心有疼心 對這個土地有信心的台灣人 繼續來打拼 所以民進黨定期的 最好一天 我的父親和親家 一直給我勸勁 現在合併之後 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建設要推動 合併之後 對大台灣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優勢以來的關鍵的挑戰 所以更需要我這種 問政經驗比較豐富 說得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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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出道早 但是不代表我最老 所以我從中央到地方 從民意代表到政府官 我都當過 所以說 我對政策 法案 預算 我都是非常地了解 非常地選手 所以我認為說 我不能治外 我不能放棄 只要台灣一天沒有成功 我們身為台灣人 都有這個責任 都有這個使命感 都有這個義務 要一繼續為這塊土地 為我們為我們的怕孫 繼續來打拼 繼續來堆穗 我們的副總統 繼續堆穗 我們這些前輩 為我們台灣的土地 為我們的國家 為我們的怕孫 未來幸福戰度 來打拼 所以 在這裡簡單 像我介紹 他叫我們在這裡 所有的在我們當地 全國全民黨 大家知道 我要看房居 王建民 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在我們這邊 在我們副總統的架齒之下 我們全部都能夠 全部五都全黨 全部當選 我們全民黨 全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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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 祝大家 請安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